大家好 当我们在实验室里头 培养细菌或者做任何的实验 做错了会怎么样 很多人做错了从来 在1928年 有一个科学家叫做亚利尔 历山大弗莱名 Alexander Fleming 这个人他在他的培养细菌的培养名里头 掉了一粒沙子之类的东西掉上去 结果在那里产生了一种霉菌 在里头生长开来了 结果把他这一盘 这一个培养名里头的细菌就杀死了 从此发现了一种抗生素 叫做盘尼西林 或者叫做青霉素 其实青霉素在1896年 就曾经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学生发现到 但是呢 那个时候竟然的被人遗忘 一直到1928年 弗莱名不小心的让一个青霉菌掉在培养名里头以后 却发现到了这种东西能够杀菌 当时他的培养名里面放的是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是引起人发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菌 那么弗莱名呢 发现到这一种酶 或者这一个东西呢 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这个化学物质呢 能够杀死这个葡萄球菌 后来到了1939年 1939年有一个人叫Flory 那么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和他的工作伙伴叫做Chan 两个人在研究如何使得青霉素 如何使得青霉里头所产生的这种物质 能够纯化 结果真的做出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救了相当多的这个伤患 所以在1945年 弗莱名、Flory跟Chan三个人 共同获得1945年的诺贝尔奖金 这是讲的西洋人 发现到了黴菌用来治病 那么中国人呢 好早啊 中国人更早更早期就已经知道 黴菌可以用来治药 黴菌能够拿来治很多种不同的病 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二层汤 二层汤最主要的是两个药 一个是半下 一个是陈皮 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越陈越好 就是所谓的陈酒者粮 越放的酒呢 那么它的作用越好 中国老祖宗老早就知道 这两个药拿来治疗 痰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越陈越好 因此呢 这一个处方有二层 两个东西再加上另外的 茯苓甘草 这么样子的一个药方呢 就叫做二层汤 其实其中的茯苓也是一种真菌类的植物 它是寄生在一种这个像松拉或者是这个就是真叶的这种植物的根上面的一种一种真菌 一种霉菌 那么我们来看看 半下它如何制 就是说如何让它生煤 然后来制作呢 它是这样的 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例如有一个叫做韩非渠的 韩非侠这个人 他曾经有一种 半下造渠的方法 他说有十种造取法 不管用哪一种 他呢 最后都是把这一种处理好的的这个半下 经过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器里面 这个容器呢 可能是一个竹框框的一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竹盘子 然后呢 放在里头以后 再来用草 用稻草啦 什么东西草把它盖上去 盖上去盖了七天 中国人用这个七天 也用的非常有意思 七呢 在中国新宿 有所谓的二十八新宿之类的 都是讲七 那么这个七 他说草盖七日 盖了七天以后呢 那么上面就会长黄衣 其实这个黄衣是什么 黄衣其实就是霉菌 就是跟那个青霉菌 是同样的东西 都叫做霉 但是呢 我们在现代学术上 就叫它叫做真菌 真菌 那么我们也可以叫它叫做发酵 那么把这个 当它长出来这种黄衣了以后呢 把这个半下 长了黄衣的半下 拿去晒干 晒干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 这种发过霉 晒过晒干了的这种半下呢 把它给挂在当风之处 让风吹 那么越久越好 那这就是制作半下渠的方式 可是这个半下渠呢 又有十种做法 例如把半下跟姜汁泡在一起 这种就叫做生姜渠 可以用来制很久的 或者是刚刚发生的这种痰 或者把半下跟反水 反水煮了以后呢 加点姜 把它糊在一起 那么这样子的半下渠呢 就称之为反渠 反渠呢 能够治疗 最至清水痰 就是说 那个痰是清水状的 另外假如说 用皂角枝 炼膏 或这个半下 然后去做渠 然后呢 或者是 加点天然心啊 或者加点摄香啊 这个就叫做皂角渠 能够制风吹 而且能够开经络 另外用白戒子 竹笠等等 然后跟这个 跟这个半下 弄在一起 然后呢 拿去做成渠的话 这个叫做竹笠渠 能够治疗所谓的 皮里膜外的痰 饮在里头的痰 那么或者麻油来浸 浸了以后 然后拿去做成渠的 那么这一种呢 称之为麻油渠 可以润燥 可以治疗虚热 咳嗽的痰 还有一种 就是在腊月的时候 取腊月黄牛胆 然后跟这个半下一起做 那么这就叫做牛胆渠 可以治癫痫风弹 或者还有很多种 其他的方式 能够制作这种 半下渠 接着跟大家讲 半下渠 还有就是用 仓竹 香腹 腐穷 等等 一起来熬糕 然后或者半下以后呢 拿来做渠 那么这种呢 称之为开渝渠 可以治所谓的渝痰 由于郁闷 而造成的痰 另外还有就是 芒霄跟半下 一起煮 煮透了以后呢 再加一点大黄膏 然后呢 拿去做渠 那么这一种呢 就称之为消黄渠 可以治疗中风 醋缺 就是中风 而突然的就 半生不随了 这种 或者是 用海粉 熊黄 半下 等等 一起来 祸在 半下里头 然后呢 拿去造成渠 那种叫做 海粉渠 可以治疗 鸡痰 成固 可以治疗 鸡在里头 很久很久的 不能好的 那种痰病 还有就是 用黄牛肉 煎脂 炼成膏 然后这个膏呢 跟这个膏 就叫做霞天膏 把这个膏呢 跟半下 拿到一起 做成渠 这种就称之为 霞天渠 是可以用来治疗 尘额固痰 也就是说 很久的那种 劳病 而造成的痰 那么它的作用 就非常的好了 这是韩非侠 造半下渠 有十种方法 可以制作 这个半下渠 我们再来看 另外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天南心 也是治疼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药物 半下跟天南心 两种药都是很毒的 假如直接使用的话 都是有毒 而让人会麻醉的 或者是甚至于麻痹的 那样子的这种作用 因此呢 半下跟天南心 都不能够随意的 用生药来使用 所以多半都需要 把它的毒性给炮制过了 才能够使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利用 治疗的方式 也就是说 利用霉菌的方法 来让这个东西 长了霉 然后来晒干 然后来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 毒性就少了 来看看天南心 天南心 它的造渠的方法 跟刚才讲的 半下造渠的方法 完全一样 也是放在大的竹筐里面 然后呢 用干草盖上去 让它自己生黄衣 生了黄衣以后呢 再把它给晒干 晒干之后 挂在当风之处 让它旋 放久 挂在那里 放得久一点 那么这种 就是造渠的方法 那它造渠的方法呢 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 用姜汁 黄泥 挂着姜汁 黄泥巴 挂在一起 然后呢 包起来 把这个天南心 包起来 然后放在火里面 去烤 就是喂熟 就去烤 烤了以后呢 再来 再来造渠 那么这种呢 就是姜渣黄泥 做的这种方式 还有一种 就是胆心 就是胆心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胆 把天南心 放在牛的胆里面 去 叫做 取的是腊月的 黄牛胆 腊月就是 阴历十二月 那个时候的黄牛胆 的胆汁 把它和在一起 把这个天南心 和在一起 和好了以后 再把这个天南心 放在牛胆里头去 然后挂着风干 也是让它 生出黄衣等等 让它干燥 那么这种呢 就是胆南心的 制造法 由此可见 中国古时候 就已经很懂得 利用真菌 利用酵母菌 利用霉菌 等等来做 各种不同的药物 刚才看到的半夏呢 它用了这刚才的 几种方式做出来 它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因此呢 有称之为什么 法半夏 江半夏 仙半夏 或者是宋半夏 等等各种 不管哪一种 都是经过 取制 也就是中国古时候的 这个取制方式 或生煤的方式 那么用来治病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陈皮和半夏 两个东西 都是利用了那个霉菌 而陈皮呢 就是橘子皮 橘子皮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放在那 放一段时间 橘子皮上面 就长了青色的 那个霉菌 然后呢 不管它长不长霉菌 都把它给放在那 放久了 然后晒干 以后 那个橘子皮 都可以拿来 当作治病的 一种药方 可是我们常常想 发霉的东西 怎么能吃呢 可是橘子皮 发了霉以后 拿来吃 还蛮香的 蛮好吃的 当然 它上面长的那个青霉 是不是就是 青霉素 或者就是青霉菌 这种东西 所产生的有青霉素 那也可以拿来杀菌呢 当然 橙皮 扮下 就是用来做 这个青霉 就是拿来杀菌 也是非常好的 而这个橙皮呢 以广中成久者 就是放在 就是放得越久 那么就是越好的 当然我们了解 现在有一种药物的管理方式 说药物应该要看一看 药物存放的时间有多久 那么有的药书上面讲 这个药物啊 放的时间要是久了 那么就应该失效 就应该不能用 这是西药管理 大概是这样子做 可是中药的管理呢 却刚好有很多地方 不同于西药 例如刚才讲的 半夏或者橙皮 都是放得越久越好 我们除了橙皮半夏以外 我们来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也是经过发酵 或者说发霉 然后来使用的呢 例如神渠 神渠啊 是我们用来治疗消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 神渠呢 是用面 用麦子啊 面啊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五谷类的东西 例如白面 赤豆 就是红豆啊 赤小豆 还有呢 杏仁 另外还有几种植物 像是青蒿啊 仓竹啊 还有红疗等等这些东西 放在一块儿 而且最好是取什么时间呢 是五月五六月六 我们中医学上非常有意思 有很多的这个药物的制作 必须取五月五或六月六 有的呢 要取七月七 就是说不同的时间 制造的药物 它的效果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神渠的做法 就是五月五六月六 然后呢 利用白面 赤豆 杏仁 仓竹 青蒿 红疗 然后呢 放在一块儿 然后去让它生出霉菌出来 也就是造渠的方式来制作 其实我们想想 还有没有别的是造渠做出来的呢 例如酒 我们中医学上也经常使用酒来治病 黄酒啊 或者无灰酒啊 或者青酒啊 或者其他的各种酒 那么他们都是用米 或者用面粉 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的五谷类的 像高粱等等 都可以让它发出霉来 就是让它产生渠出来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食物 例如馒头啊 面包啊等等 也是用一些个酵母菌来发的 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做馒头的方式 跟现在做馒头都不一样了 现在做馒头用的酵母菌 就是我们从街上买来的酵母菌 可是古时候呢 它不需要 古时候就是面粉 把它和成了 和成一块面团 放个几天 它里面就生了酵母菌 那那个酵母菌呢 做一个母 做一个这个 母面 用这个母面呢 将来在继续发面的时候 就利用这个酵母 然后发出很多 然后呢 最后再拿一坨面 放在旁边 这一坨面呢 将下一次要再做馒头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它作为 发下一次馒头的这个面粉 很有意思呢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没有呢 还有例如豆腐 假如让它发出了霉出来以后 发出了霉以后呢 然后把它给晾干 然后加点酒 加点辣椒 加点什么东西 就做成了所谓的豆腐乳 黄豆或者是黑豆 把它给生了一些个霉了以后 再来呢 就可以做成所谓的豆屎 也是在药里面经常使用的 一种发霉的东西 除了这以外 还有好多好多种 利用发霉 利用发酵的方式 来制作的药 是不是很有趣呢 大家好 胡医师您好 你好 今天想请教您的是 有一位林先生 他说他45岁了 他因为关节痛长 去那个国宿馆推拿 可是没有什么成效 所以后来他是经过咽血之后 发现是痛风 所以他想请问胡医师说 这个痛风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 还有一个痛风的病人 他的饮食起居应该如何注意呢 是这样的 这个因为你的骨头关节 有所扭伤或者是错到之类的 才去国宿馆 那么痛风的话 到国宿馆没有效的 反而会更痛更坏 其实痛风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在骨头关节里头 已经有一些什么样 酸性物质的结晶在里边 所以叫大概大部分的这种 酸性物质呢 就是那种叫做尿酸之类的东西 那么它可能造成 这个关节呢 就肿起来 那么在我们平常见到的 有的是在手的关节肿起来 有的是在脚的关节 有的是在脚踝上面等等 各处都可能发现 但是大部分都是 第一个先出现的 就是在那个脚大拇指 在后面那个 那个叫做大拇指肌节 在那个地方长出来 这样子的东西 叫做这个痛风 可是痛风在中国古时候啊 它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名字 有的时候叫它 叫绕踝风 就是绕在这个脚踝这个地方的 叫绕踝风 也有呢叫做草鞋风 就是穿草鞋 然后呢这个脚啊 因为穿草鞋 它这个地方就会拉着那个肌肉啊 或者是什么 而造成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东西 就草鞋风 还有呢叫荷西风 荷西风就是这个膝盖 这个地方特别肿起来 然后这两只就是上腿跟下腿啊 都变得很细了 这种有点像那个仙鹤啊 或者鹿丝啊 那种鸟 它的那个蜥一样 所以叫它叫荷西的这种风 这些都是古时候的痛风的名字 古时候也有名字叫做痛风的东西 所以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叫做 上中下通用痛风丸 就专门治疗痛风的这样子的一个处方 这样 那么大部分说起来 会得尿酸过多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是由于我们在食物中 例如有一些食物 像是会含有一些叫做 漂磷或者叫做普磷 puring这种东西特别多的话 那么就可能这个 由于它的代谢的关系 而变成了尿酸 然后堆积在这个骨头关节里头 那么假如说真的遇到了这种 痛风这种病情的话 那么也有办法来治疗 那么在西医呢 它就用像是秋水宣素啦之类的东西 来暂时的维持它的不痛 不痛或者说是稍微消除一点尿酸 可是中医不是这样子 中医它有很多的方法 中医像刚才讲过 有一个上升中下通用通风丸 还有呢另外有一个处方 就是在这个台湾民间 非常多人使用的一个处方 叫做四神汤 四神汤 它有像茯林啊 茜石啊 这个义人啊 这些东西 其中最妙的就是这个义人 义人啊 它可以消除我们身体里面 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那么它也 尤其最最最最棒的 就是它能够消除掉 这个这个骨头关节里头的 这个尿酸 除了这以外 有一个另外在日本 有一个处方叫做 叫做WTTC啊 它也是用义人 结果它那个处方呢 也可以消除癌症 由此可见 义人它跟癌症 有很大的关系 它可以除去我们身体里面 硬的 坚硬的那些东西 它给拿掉 有这样的作用 那么曾经我有一个病人 他跟我讲过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跟他讲说 四神汤很好 对的 结果他就用四神汤呢 就在一个锅子里头 那个锅子原来是专门用来煮 这个绿豆红豆汤的那样子的一个锅子 上面绿豆红豆煮久了的时候 那个锅子边边都会有一层灰 应该是黑色的一层吧 对 那结果呢 他跟我讲 他说把四神汤拿进去煮了以后 那一层东西就不见了 由此可见 他真的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 比较坚硬或者比较难以去除的 肮脏的东西都给拿掉 因此这个痛风大概他也有帮助 这样说起来 那个艺人很好用 也许吧 好 那今天很谢谢胡医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